大家好,我是代理主编上海大街小巷的阿韵 今天我来到了为上海市青浦区的朱家角古镇 南与省巷镇为宁 北于江苏省昆山市定东接壤 朱家角镇东居青浦镇6公里 居上海市中心48公里 国道318贯穿镇界 全镇占地总面积达到138平方公里 四国家四埃及旅游景区 明镇朱家角历史渊源流长 1958年大炼钢铁时代 镇人为了找铁 曾奇迹般地把镇北大丁湖车干 在湖底人们意外地发现了 大量新石器时代遗物 被证明是马家邦文化 松泽文化 梁珠文化和西州之春秋战国时期的 文化遗存 1959年 又在金山湖中捞起大量石刀 石泥 石坊轮 印文 陶片等 这些新石器时代之战国时代的遗物 足以证明 数千年前 数千年前 朱家角的先民 就在这里 劳动 深吸 反映了 朱家角 朱家角是水的故乡 水多 桥多 河不多 那造型各异的水桥 那千枝百态的 南船石 布满全镇的大河小巷 这些江南水镇特有的景观 细细欣赏观察 不觉令人兴趣 盎然 赖人寻味 简直是历史文物 建筑风情 艺术等 内容构成的综合体 小桥牛水天然景 原汁原味 明清街 这里的天然外景 不仅被许多影视导演 慧眼相中 而分子踏来 把水乡古镇的阿罗多姿 一次次 搬上荧幕 电视 有时会出现几部 影视同时开拍的盛况 朱家角 一时成了海内外影视 竞相拍摄的热点 被人们誉为 互交的好莱坞 有人把它比出上海的威尼斯 有人把它比出 近山湖畔的一颗民族 如今这颗璀璨民族 又在金色欲赖 318国道的依托下 放射出更独目的光彩 早在1700多年前 这里就有春落集市 朱家角古镇 以小桥牛水 人家的江南水乡 明清古镇为特色 由北大街 明清建筑第一街 放生桥 朱熹元 等经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有远近文明的阿婆粽 阿婆粽其实不是单指哪一家店铺 它是对朱家角所有种子的总称都可以叫阿婆粽 在这里卖阿婆粽的店铺 许多许多 我是带你走遍上海大街小巷的阿韵 谢谢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转发点赞 谢谢大家